爱孩子的十个表现之六 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爱是一种感受 真正爱孩子就是要让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一个人只有在被他人需要时 才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价值感支撑着人的生命火力 试问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 你是希望得到赚的钱 还是希望得到赚钱背后的价值 走到最后你会发现 你要的并不是钱 而是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 以及由此获得的尊重 也就是说 人努力的最终目的是跟钱没有关系的 生命的成长需要内在的精神归属 而精神归属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价值 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 他家里条件很好 有两个保姆 吃饭的时候 我看到朋友的母亲坐在沙发上 手边放着遥控器 他每隔一段时间按一下遥控器 浑浑沉沉的似睡非睡 他并没有再认真看电视 只是会偶尔的按一下遥控器 我看到后就对朋友说 你的母亲很麻烦 可能不会时间很久 你要注意 他听后立刻否定说 不会的不会的 他每年都检查身体 就是有三高 很多老年人都这样 每天都按时吃这药就好 再加上有两个保姆照顾着 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我说你不了解人性 也不理解人的心灵 再这么下去的话 用不了十个月 他一下子就急了 说不可能 我看他极力否定就没再多说 这是我的习惯 面对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情 想帮忙也帮不上 结果八个月后 他的母亲去世了 安葬完母亲之后 他很难受 问我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你为什么会预测的那么准 我说 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规律 你母亲为什么会去世 是因为她没有价值感 因为你雇佣了保姆 也就抑制了她通过劳作 获得的价值感 雇佣保姆本来是希望母亲得到更好的照顾 没想到却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所以孝顺父母就要让他们创造价值 只是不要太重太累的火 都可以让他们去做 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其实现在的老人最开心 最喜悦的事情莫过于 孩子吃他们做的饭 所以当你回到家里时 不管父母做的什么饭 即使你不爱吃都要告诉他们 我就爱吃爸妈做的菜 你准备星期天去父母家吃饭 你会发现 提前几天 父母就开始为这顿饭做着各种准备 他们忙活半天 就是为了看到你吃饭的样子 那是他们最大的满足 是他们价值感的体现 其实孩子也是一样 当一个孩子在被大人需要时 他就会感受到自己幼小生命的伟大 所以作为父母 我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因为人有了价值 才会有生命的活力 然而现实中 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不让孩子做这个 也不准孩子做那个 只会冷冰冰地对孩子说 学习气 谁让你做事了 考个一百分比什么都强 孩子心目中 爱得火花 常常被父母无情地扑灭 慢慢地 孩子就会觉得 父母的要求 就是让他考高分 上终点学校 别的什么都不需要 所以有些人考上大学后 会感到生无可恋 因为他觉得没有价值 父母一直在逼着他考大学 有一天他考上大学了 就感受不到自身的价值了 有时候我们对孩子太好 往往会剥夺了他的价值感 孩子该玩就让他去玩 该洗袜子就让他去洗 要让他在不同的时间 懂得做不同的事情 要让孩子感受到价值 父母就要和孩子一起成长 从小培养孩子的爱心 培养孩子做力所能及事情的习惯 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 给予别人爱 看到别人能理解 能感悟到 能接受 会比接受别人的爱 感觉更快乐 更有价值 真正爱孩子的父母 往往会有意识地在孩子面前 表现出自己的弱 从而给予孩子付出爱 创造价值的机会 所以作为父母 我们一定要学会改变 不要总是把自己看成高山 把孩子当成弱不清风的小草 换个位置 换个形象吧 你的改变会让孩子成长为高山 你的示弱会让孩子成长为 可以为你遮风挡雨的大伞 好 非常感谢你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爱孩子的十个表现之期 遵从家庭虚伪 家族系统中的虚伪 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我们必须遵从家族的虚伪 才能使家族能量达到平衡 才能够使孩子 在良好的家族系统中 获得正向的发展 家庭成员的很多问题 都来自于家庭虚伪 特别是孩子的虚伪 虚伪不只是长幼 还有夫妻 当家庭中夫妻的虚伪摆不好时 家庭也一样无法获得良好的发展 家庭中的父亲通常是主事的角色 主要是用大脑理性的思索 而母亲给家人和孩子的永远是关心和爱护 如果母亲约位充当了父亲的角色 家里就会缺乏爱 就会变得冰冷 可怕的是这种状况不止发生在这一代 母亲对子女的影响会代代相传 一代接一代地延续着没有爱的冰冷婚姻和母子关系 所以我常建议很多母亲不要太强势 要更多地用智慧和能力辅助爱人 这才是正确的事情 这才是真正找到虚伪 家庭的纷争通常源于家族虚伪关系的错乱 夫妻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现今女性都要求获得平等和尊重 这是对的 但不要混淆了 平等与尊重并不是要巧 更不是逞强 作为女人 一定要懂得虚伪的关系 要用你的努力去辅佐你的爱人 如此你的家庭才会有希望 你的孩子才会有未来 这是你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所在 记住 你今天所有的计较 埋怨 都是消耗家族的力量 都是在削弱家族的努力 古代人讲究阴阳平衡 男人阳刚 女人温柔 才能完成虚伪的关系 才能让能量有效有序的流动 这才是一个家族真正厉害的地方 记得有一次 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到一个潮州朋友家聚会 在聊天的过程中 朋友一会儿对他爱人说 你给我拿一个什么东西 一会儿又说 你给我准备一下什么东西 边上的朋友看不下去了 就笑言道 你们这样的女人真惨 下辈子投胎可不能当潮州女人了 太惨了 我对他说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不论老公让他干什么 他都面带笑容 其实他内心很幸福 并不觉得苦 他们家三个亿的财产 十二年就做到了 为什么 如果老婆天天跟他吵架 他能顺畅吗 他还有心思打拼事业吗 一个家族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 我们要学会看背后面的原因 这是有规律的 是家族成员对虚伪的尊从成就了家族的发展 其实对于孩子的发展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尊重秩序 认同并尊重每位家族成员的归属权 毫无怨言地承担自己的责任 接受家族中的一切 如此一来 我们就能够站在合适的位置上 坦然地面对一切 在使家族能量达到平衡的同时 助力孩子过上他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好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爱孩子的十个表现之九 提升家族能量 德国当代系统心理学大师海林格 在研究中发现 每一个家族内部都蕴藏着一股动力 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 都受这股动力的影响 这个动力存在于人的潜意识深处 一般不易觉察 这个动力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能量 很多发生在家族中的负面事件 都是因为人抵触这股动力 而阻断了能量的传承才导致的 比如家庭不和 身心疾病 自杀 意外伤害 暴力犯罪等 一个人的能量从哪里来呢 一方面从自己的努力交换而来 另一方面透过父母而来 当一个人跟父母的关系不好时 就会消耗自身的能量 所以人一定要跟自己的父母做好链接 记住 没有对孩子不好的父母 只不过不同的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同 人的能量来源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之前曾经拿树做过比喻 我们是树干 我们的孩子是果实 我们的父母和祖辈就是树根 通常我们给树浇水的时候都会浇树根 为什么 因为树的根系吸收了营养 树干和果实才会长得壮实和饱满 所以如果你想积攒自身的能量 想提升孩子的能量 你就必须疏通整个家族的能量 也就是说要对自己的父母长辈好 同时要教导孩子孝敬父母和老人 可是今天的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家里好吃的先给谁 孩子 过去的人都懂一个规矩 吃饭是如果父母老人不动筷子 孩子是不能动筷子的 要懂得长辈先吃才可以 今天我们让孩子先吃是错误的 是本末倒置 你给果实再好的营养 如果树根阻塞不通 这棵树就没得救了 因为能量来源没了 我在帮一些企业人力资源部门 招人的时候 一般只做一件简单的事情 就是不管招的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人 我首先会跟他聊他的父母 每次当我微笑着温应骗着 你父母是干什么的时候 如果他对父母都有怨言的话 这个人是不可以用的 就像在古时候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不好的话 是不可以为观的 我们常以血脉相连来解释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与情感 其实这本身就是家族能量的体现 血缘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之间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能量链接 这种能量链接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使孩子体会到父母的慈爱 使父母感受到孩子的安危 比如当子女有危险时 父母会产生心灵感应 这就是一种真切的实际体验 当然 如果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能量流动受到了阻碍 就会产生淤解 导致家族能量运行不畅 使孩子产生爱的匮乏 甚至会陷入心理困境 产生恐惧 回避 无助 自卑等情绪 如果不能够及时疏通 家族能量使之正常运转 孩子就有可能出现性格缺陷 亲密关系障碍等状况 与此同时 就会接连导致下一代的情感匮乏 促成新一轮的家族能量漏洞 为了有效避免这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必须打通家族能量的阻塞 把各个家族成员有效地连接起来 如此才能够真正提升家族能量 改善与孩子的关系 我们要从自身做起 不仅在行为上言一律己 尊老爱幼 让孩子从小懂得孝顺 懂得尊敬父母 更要努力去找寻家族能量的阻碍 疏通能量的链接 使孩子心灵中无形的能量预接迅速解除 产生力量感 作为父母 我们需要明白 对孩子的爱并不只是体现在给予孩子物质保障上 给予孩子心灵上的安慰与支持才是真正的爱孩子 才能够让孩子充满喜悦 自信与满足 当我们与父母 孩子之间建立起家族能量顺畅链接时 就能够真正释放自己爱的能量 让孩子因为我们产生能量公正 获得心灵上的安慰与自信 如此我们的孩子就能具足心智能量 健康快乐的成长 好 非常感谢你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爱孩子的十个表现之时 给孩子的心灵插上自由的翅膀 人最深层次的渴求是自由 尊重与关怀 尊重与关怀好理解 大家也基本能够做到 可是对于自由 却并不是谁都能理解透彻的 即便理解透彻了 要想真正做到也非意识 自由本意是这没有阻碍的状况 所谓阻碍是指运动的外界障碍 对无理性与无生命的造物 以及对有理性的造物同样可以使用 自由是一种免于恐惧 免于奴隶 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 实现自我价值 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 自由既有随心所欲的权利 又有不损害他人的责任和义务 哲学家康德认为 自由是指人在自己所拥有的领域内 自主追求自己所设定目标的权利 在古代中国 庄子的《逍遥游》等名片就为自由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在《汉诸五行制》中 就已经出现了自由一词 在西方最初意义上的自由 主要是指自主 自立 摆脱强制 意味着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和人格上的独立 可以说自由是我们人类从古之间不变的追求 虽然小时候的我们并不懂得什么是自由 但我们却天生渴望自由 比如在没有大人过度限制和管束时 我们会感到自在 舒适和快乐 可以尽情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看向往已久的有趣的图书 玩令人着迷的游戏 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喜悦 当然 我们追求的并不是外在行动上的自由 更多的是要享受心灵上的自由 心灵的自由是心生的自然流淌 意味着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东西 不勉强自己被任何特定的规定所束缚 从而真正获得生命原生的幸福 充实 宁静和愉悦 可是当我们远离童年的时候 我们这种对自由的感受 就会随着时间 工作 家庭等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 而渐渐被遗忘 通常我们会为了达成意识上追求的目标 依据自己过往的经验 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定下许多规则 这些规则就好比是人为建立器的一个牢笼 我们总以为 这个牢笼能够够好地保护自己 只要我们和身边的人 都能够很好地活在这个自行定义的标准之下 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所谓的原则去行动 我们就可以达成目标 实现梦想 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真实的案例吧 小敏是个很爱看书的孩子 在她读小学六年级时 学校的图书馆要招收图书管理院 要求每周一放学后自愿参与图书管理工作 于是班主任就根据学生的特长 调选了小敏参加 为此小敏感到非常荣幸 回家后 小敏欢呼雀跃地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妈妈 可妈妈听了 非但没有高兴起来 反而变得忧心忡忡 因为每周一下午放学后 小敏都要参加校外的一些陪优课程 这是专门为成绩优秀的学生提供的提高辅导班 名额也是很不容易才争取来的 为了让孩子在今年的毕业考试中考上重点中学 妈妈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小敏听了心里很难过 她肯求妈妈同意 并保证 在很好的完成学校工作之余 绝不影响自己的学习成绩 但是妈妈觉得 成为图书管理员对毕业考试没有任何帮助 只会影响学习成绩 小敏想尽一切办法说服妈妈 但无论小敏做出怎样的保证 提出怎样的理由 妈妈都给予了坚决的否定 并要求小敏辞去突出管理员的工作 无奈之下 小敏屈服了 可是从此之后 小敏再也高兴不起来了 每天放学回家后 就会躲进自己的房间 按照家长的意思 应付式地写完各项作业 并完成一大堆课外般的练习题 然而不知为什么 小敏总觉得无论自己做什么 都越来越不符合妈妈的心意了 妈妈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实在不想听的时候 小敏就干脆大声地回应 甚至不管自己有理还是没理 为了孩子的毕业考试 妈妈坚决用严格的方式对待 她坚信只有这样做 才能促使孩子服从并做好 小敏却总觉得 自己无论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只要是和考试无关的 妈妈都会认为是错的 她甚至连课外的书也不喜欢看了 也不知道自己每天都想做些什么 兴趣和目标都变得模糊了 她开始疑惑 为什么只有服从这些约束 妈妈才会开心 为什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一定是错的 不可否认 现实中有很多家长 都跟小敏的妈妈一样 为了孩子能达成某种目标 伴随着孩子并和孩子一起努力 这是很对的 但是为了达成心中的目标 我们会在追求的过程中 不自觉地给孩子很多的约束 提出很多要求 例如 要求孩子听话 服从命令 特别是听自己的话 要求孩子当上班干部 要求孩子能弹一首好钢琴 最好在小学毕业前考过八级 会画画会唱歌 参加专项比赛能获奖 以利于入学竞争 不仅如此 我们还会要求孩子考最好的分数 因为高分是升上重点学校的唯一标准 能培养出这样的孩子 家长会觉得很有面子 总会认为这样的孩子才是成功的孩子 可是 在你不断提出要求束缚孩子的同时 有没有想过孩子的感受 有没有真心去听一听孩子的心声 甚至 我们还会煞有介事地为自己的做法编织很多理由 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在为孩子的未来铺路 哪怕孩子还是不太接纳 但有一点绝对是正确的 那就是 我们都是为了他好 他现在不接受不要紧 将来一定会明白的 只要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心中的目标 所有的限制都是对的 因为我们比孩子更有经验 孩子按照我们设计的路去走 就一定能达成目标 在众多的割爱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 人总会在成年后为了弥补童年的缺失 而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因为大多数父母都是这样教育孩子的 父母使我们在很多约束下成长 也使我们形成了固有的模式 我们就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孩子 有的人甚至在孩子长大成人之后 还依然会在孩子择偶 工作甚至生活上 提出很多限制和要求 比如觉得做医生好 就要求孩子考一科大学 喜欢事业有成的人 就要求孩子在择偶时选择这样的对象 不喜欢活泼的人 就要求孩子结交稳静画少的朋友 我们就像形成了视觉盲点一样 无法真实地看到孩子的内心需求 无法了解孩子在诸多限制下的苦恼 无法明白 过多的限制会对孩子的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 使他们在没有任何体验的情况下 做出不知自己喜欢与否的选择 我们不妨反过来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被操纵 被限制的人是我们自己 我们还会心甘情愿地 让别人来操纵自己的一切吗 看看我们的现实生活吧 那么多原本安安的夫妻 却因为受不了对方过多的约束 限制和不信任 而在内心深处形成鸿沟 产生心灵的距离 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 很多父母因为在教育上 对子女过多的限制和约束 使孩子无法得到心灵的自由 而产生亲子矛盾 导致无法建立顺畅沟通的桥梁 产生代沟 很多孩子因为总是 按照父母的步调做出决定 而失去了自己的梦想 失去了优秀的创造力 失去了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和选择能力 面对所有的这一切 我们是不是应该 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 走到最后 你是否还能够心安理得地 说出那句 我都是为了你好呢 孩子不是金四雀 不是你养的宠物 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过去经历中的过多约束与限制 很容易会让人忘记 生命原本的需求 结果就会适得其反的 让人离目标和梦想越来越远 甚至会给人的内心 带来长久的无形伤害 所以作为父母 不管是孩子的终身大事也好 还是生活小事也罢 都应该真正做到 该放手是就放手 要给孩子真正的自由 以解放孩子的心灵 让孩子做自己的主人 这才是真正的为他好 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需要自由 这是人来到这个世上最大的需求 当一个人失去自由的时候 就会感到恐惧和压抑 甚至会反叛 作为父母 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自由 不仅仅是身体的自由 还有思想和心灵的自由 心灵的自由是生命智慧的源泉 是建立在社会道德标准之下的 属于自己最原始的追求 尽管有些梦想让人觉得遥不可及 但是梦想有多大就能飞多远 学会放手吧 从此为孩子的心灵插上自由的翅膀 让他在翱翔天际的过程中 开阔眼界激发灵感 收获喜悦增长智慧 更好的实现人生一个又一个的目标 达成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这才是真正爱孩子的表现 好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